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给童建军出难题 如果你妈和你媳妇同时掉进河里 你先救谁 童建军推了推眼镜 认真地说 当然先救我妈了 一旁的童母刘秀英面露得意之色 随即童建军笑着懒过新娘的肩膀说 因为我媳妇会游泳啊 客人们哈哈大笑 秦立军出生在江苏省长州市 父亲秦文俊和母亲严华 都是师范学院的教授 夫妻俩情色和谐 相敬如宾 唯一的女儿秦立军 便在这种温馨浪漫的家庭气氛中长大 后来秦立军好入中国矿业大学 并在该校完成了朔博联读 毕业后进入长书一所学院积电系任教 在一次青年教师比武活动中 秦立军认识了哲学博士 任本校学报编辑的童建军 童建军比秦立军大六岁 身材挺拔 文质彬彬 秦立军秀丽端庄的容貌和落落大方的讲解 让童建军的内心激情澎湃 而他灼热爱慕的目光和斯文内敛的气质 也让秦立军怦然心动 两颗心擦住了爱情的火花 但学校的同事却并不看好这段恋情 出生于山东纪宁的童建军 十岁就失去了父亲 与母亲刘秀英相依为命 刘秀英没有读过书 更没有工作 在街头捡垃圾补贴家用 同事们看来 就算秦立军真爱童建军 他的父母也不会愿意和刘秀英当亲家 得知了女儿谈男朋友 秦温俊夫妇就开始悄悄找人打听 对童建军本人 他们都十分满意 但得知童建军的家庭情况后 他们犯起了嘀咕 原来刘秀英先后童三任丈夫 生下四个儿女 而童建军是他最后一次改嫁 到山东纪宁后生下的小儿子 第三任丈夫去世后 他跟着儿子到长熟 另三个儿女跟着前夫 秦温俊夫妇觉得 童建军的家庭情况过于复杂 单纯的女儿肯定应付不过来 因此他们劝女儿放弃这段感情 面对同事的质疑和父母的反对 秦立军考虑再三决定和童建军分手 这天秦立军来到童建军的宿舍 想与他谈分手的事 这也是他第一次来 他看到楼梯间有一大堆杂物 两个人正汗流浃背地分拣着这堆垃圾 其中一个正是童建军 童建军站起身自然地介绍说 这就是我妈妈 妈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小情 刘秀英尴尬地招呼秦立军 并忙着给他煮开水淡 童建军平静地看着秦立军说 这就是我妈妈和我的生活 我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 都因为嫌我妈妈又脏又穷而和我分手了 你今天来会不会也是想说这个 看到眼前的一切 秦立军内心涌起了对童建军更深的爱意 对贫贱的母亲不离不弃 像他这样朴实孝顺的男孩不多了 他顿时打消了与童建军分手的念头 可女儿讲述童建军对他母亲的孝心 和非他不嫁的决心后 秦温俊夫妇与女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可一向听话的秦立军这回犯了墙 最后颜华只好安慰丈夫说 洪立军的母亲经历坎坷 却培养出了这么出色的儿子 这样说明这位母亲不简单 再说吃过苦的人更能理解人生的不义 他们母子肯定会更加珍惜立军 秦温俊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于是2006年的十一 秦立军和童建军幸福地结为夫妻 出婚的日子很甜蜜 尽管无钱买房 婚后小两口仍然与童母挤在单身宿舍 但对秦立军来说 这种生活对他反而有种神秘感和新鲜感 但是很快秦立军便发现 活泼刘秀英和他的生活并不合拍 刘秀英口味重 在山东生活期间还学会了吃大葱 而秦立军口味清淡 婆婆一吃大葱 她就头晕 秦立军戏安静 刘秀英却是大嗓门 每天早晨一起床 就十分粗犷地洗洗刷刷 她也曾私下和丈夫提起过 可童建军却说 我妈没文化 你一个博士还跟她计较 说得秦立军没了脾气 因为房间狭小 姐只有一间 童建军在房间中部 拉起一道布帘 小两口睡里面的大床 刘秀英摔外面的小床 每次夫妻俩想亲热 都得等刘秀英睡着 起初秦立军很不习惯 但童建军说 妈也不是外人 再说她就是听到什么 也会假装没听到 秦立军只得硬着头皮 在婆婆高高低低 真真假假的哼声中 与丈夫亲热 更让她震惊的是 有天晚上 她洗了准备上床睡觉时 赫然发现 婆婆睡在自己的大床上 丈夫睡在她的一侧 婆婆还若无其事地招呼 她睡在另一侧 正在秦立军震惊不已时 童建军却说 你没嫁给我的时候 我和我妈经常一起睡 那一夜 秦立军辗转难眠 为了躲避这种难堪 秦立军把老小区的宿舍 让给婆婆居住 自己和丈夫搬到新小区 可是没过几天 下班回家的秦立军发现 婆婆的小床 居然又出现在她的新居里 童建军为难地说 妈年纪到了 一个人住那么远 我也不放心 秦立军感觉到 自己快要崩溃了 因为对婆婆的干涉 感到别扭 秦立军周末时 经常回娘家居住 从女儿口中得知这些事后 严华既连心女儿婚后生活的窘困 同时也意识到 女儿女婿需要一套大展的房子 来解决统居一世的尴尬 为此 秦文俊夫妇拿出自己的积蓄 作为首富 帮女儿女婿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商品房 新房交付并且装修完毕 秦立军向丈夫表示 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相处 婆婆最好与她们分开居住 就算有什么事 婆婆一个电话 她们十分钟也能赶到 通见军没有反对 秦立军终于高兴地搬进了新居 就在他们住进新房后不到一个月 通见军心情沉重地告诉秦立军 我妈得了晚期胆囊癌 她的日子不多了 秦立军泪眼模糊 她不假思索地对丈夫说 明天咱们就把妈接过来住 就这样 刘秀英又回到了秦立军的生活中 第二天 她回家后便惊讶地发现 她买的花朵形地垫 被一块脏兮兮的抹布代替 厨房里她喜欢的古籽餐具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摞廉价的粗碗 最让她郁闷的是 阳台上她种的紫罗兰全都被拔掉了 花盆里栽上了韭菜和小葱 刘秀英得意地对儿媳表工 那么漂亮的垫子 用脚踩太可惜了 抹布踩葬了就扔掉 精致的碗碟留着带客用 平时就用便宜的碗 阳台上种那么多花也没有用 不如种点韭菜和小葱 秦立军惊讶于身患绝症的她 怎么会有这样旺盛的经历呢 她不悦地说 妈 明天我领您去医院检查一下 您的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刘秀英一听要上医院 便直捂着说 不忙不忙 她的反应让秦立军十分不解 晚上她才追问丈夫 佟建军才吞吞吐吐地说 母亲只是有点轻微地胆囊炎症 听到这里 秦立军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原来 丈夫与婆婆居然合伙骗她 怒火攻心地她走到客厅 对着婆婆大声说 妈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骗人呢 刘秀英半天说不出话来 通建军却抢着兰在母亲面前说 妈这么做也没有恶意 她只是想跟我这个当儿子的生活在一起 我结婚的时候就跟你说过 我妈离不开我 谁要敢欺负我妈 我就给谁颜色看 看到丈夫居然敢威胁自己 秦立军气得浑身发抖 但一直以来做人的修养和自尊 让她不能像婆妇一样 与丈夫和婆婆对马 她眼里含着泪水 转身摔上了卧室的门 就在秦立军为此事郁闷不已时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 也暂时冲淡了秦立军与婆婆之间的不快 在怀孕的那几个月里 秦立军享受到了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 2008年4月 她生下了儿子小宝 刘秀英略得合不拢嘴 秦立军本以为 儿子的出现会改善自己与婆婆之间的关系 但很快她便发现 正是因为儿子 她与婆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 秦立军生孩子后 坚持母乳未养 但因为羞涩 每次奶水来了 她都把孩子抱进坊间哺乳 每当这时刘秀英就站在一旁欣赏小孙子吃奶 秦立军只好扭转身子 避开婆婆的眼光 可无论她转向哪边 刘秀英的眼睛都痴痴地沾在孙子鼓动的小嘴上 秦立军便对婆婆半开玩笑地说 妈 我给儿子喂奶 谢绝参观 刘秀英一边信心地转身朝外走 一边故意大声说 姑娘敬奶 媳妇饮奶 生了孩子猫奶狗奶 都当妈的人了 还装什么 粗俗的话语 让秦立军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秦立军产假满后便回单位上班 刘秀英拍着胸脯 向儿子儿媳保证 一定把孙子带好 秦立军还是不放心 秦立军去安慰她说 我妈把孙子看得比她的命还重 你还担心她会亏待小宝呀 平心而论 刘秀英带孩子也着实卖力 小宝晚上哭夜 闹得秦立军夫妇无法休息 她就自告奋勇 让孩子跟自己睡 看着婆婆早上起床后清黑的眼圈 秦立军对婆婆多了几分感激 有一天 秦立军去找孩子 没想到正好看着婆婆 和几个老太太 嘻嘻哈哈的 用手拨弄小宝的小鸡鸡 她不悦地说 妈 男孩的这个不能这样玩 会影响发育的 说完便把孩子抱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 刘秀英黑着脸不理而息 秦立军听到她对丈夫说 你小时候我就是这样把你带大的 你还不是一样娶老婆生儿子 我看她真的是读书把脑科读傻了 秦立军无比沮丧地发现 婆婆与自己仿佛两套不兼容的电脑系统 想改变她的想法是一项无比庞大的系统工程 小宝快满一岁时 开始添加腐蚀 一天秦立军发现 婆婆竟然把饭菜放到自己嘴里咀嚼后 再吐到小宝嘴里 看到小宝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秦立军胃里一阵恶心 她一把端过小宝的饭碗说 大人嘴里有很多病菌 这样孩子会生病的 刘秀英大声说 我生了四个孩子全都是这么带大的 这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 秦立军知道跟婆婆讲不清 并不再理睬她 佟建军回来后 刘秀英抢着说儿媳妇嫌弃她 佟建军阴沉着脸对秦立军说 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妈 秦立军反驳说 她用错误的方式喂养孩子 我怎么就不能提意见 佟建军竟然朝她一巴掌挥了过去 你记住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我妈 秦立军顿时傻了 这个曾经让她依赖 给她幸福的男人 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此后 这种情景反复的上演 秦立军十分的压抑和绝望 她向父母表达了想和佟建军离婚的想法 秦温俊夫妇也很难过 但他们认为婆媳毛的哪家都有 为了小宝能有个完整的家 女儿不能轻率离婚 为了缓和女儿和婆婆的关系 秦温俊夫妇买了礼物来看望亲家 还把她带到长州著名的眼科医院看眼病 但是刘秀英的调门却越来越高 公然跟邻居说 教授家的女儿又怎么了 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媳妇 就连她爹妈在我面前也得低声下气 小宝渐渐长大 模仿能力也很强 秦立军给儿子播放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希望能给她渗透些艺术气质 没想到刘秀英却皱着眉头说 这是什么曲儿 还没我们老家的兰话话好听呢 为了表示自己也很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 只略认识几个汉字的刘秀英 用跑枪走板的普通话 教孙子拾起字来 秦立军对婆婆说 妈 你以后别再教小宝认字了 他上学后一口别小的普通话 同学是要笑话他的 刘秀英不乐意了 咋就招人笑话了 你就是看不起我们的农村人 秦立军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把小宝送到外公外婆那里去抚养 其实同建军哪里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 是什么文化水平 对儿子的爱最终战胜了对母亲的一顺 他同意了妻子的意见 谁知 刘秀英得知他们要把孙子夺走 竟一边大哭抱着小宝不撒手 一边大骂儿子儿媳太狠心 他说 在老家如果奶奶健在 却有别人来带孙子 要么是奶奶太不能干 要么是没把奶奶放在眼里 可是一向对母亲百依百顺的同建军 为了儿子的教育 第一次反抗了母亲 他强行从母亲手里夺过小宝 与妻子一起把他送到长州 小宝走后 刘秀英整天失魂落魄 指责儿媳 看到儿媳不辩解 刘秀英更认为自己想的没错 把一切罪过都算在儿心头上 不是悄悄藏起 他头天晚上备课的笔记本 就是趁他用电脑时 突然拉掉电查 婆婆越来越偏执的行为 和家里紧张的气氛 让秦力军更不想让儿子回去 为了眼不见心不凡 只要丈夫不在家 秦力军就去外面住宾馆 以逃避婆婆没完没了的指责 而佟建军也没有注意到 妻子和母亲的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 更没想到 思念孙子闹极致 机遇越来越深的母亲 恨秦力军已经恨到了极点 竟然动了杀刑 走火入魔的刘秀英去加油站 买了一大桶汽油放在家里 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后来佟建军去出差 而秦力军马上要参加副高执政考试 她向领导请假在家复习 中午十一点多 让秦力军做梦也想不到的厄运逼近了 她走到客厅时 刘秀英突然拎起一桶汽油 泼在她脸上 秦力军眼睛里的隐形眼镜 遇到汽油开始融化 她什么也看不见 刘秀英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 向秦力军劈头盖脸刺去 可怜的秦力军 挣扎了几下便不再动她了 刘秀英又将儿媳妇颈部狠狠割了几道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儿媳 刘秀英心里似乎得到了解脱 她换下血衣 骑上三轮车 到外面小摊上吃完午饭后 便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佟建军得知此事后 几乎晕死过去 她生命中的最爱的两个女人 居然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同归于尽 她跪在秦文俊夫妇面前气不成声 老两口被突如其来的噩耗击垮了 眼花晕倒在地 秦文俊眼神空洞 喃喃地说 引狼入室 引狼入室啊 刘秀英已经被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批捕 并提起公诉 法院将会对她的行为 进行应有的惩罚 可是我们不得不深思 该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